来 往年我最喜欢 金钟的春夏 每当五月 宫中的女眷们 都会换上 飘逸的纱衣 行之间 秀眉翩翩 五彩斑斓 哪像这里 春意如此淡然 婢子做梦都想去京城看一看 我若回去便带你走一趟 多谢王妃 你笑起来倒有几分灵气 以后跟我说话不要总是滴着眉 像个瘦气包似的 先前并不知道 王妃竟是如此的平易近人 平日里 都是杏儿姑娘安排内宅的事项 不许我们随意说笑 杏儿 这事你听谁说的 他们都说 杏儿姐姐 但他们不喜欢她 怎么都送回来了 杏儿姐姐 王妃说 这些衣服和首饰太俗气 俗气 这么好看的衣服首饰 你们平时还穿戴不上呢 狼牙王氏之女 就了不得了 正好 叶儿 她不喜欢 咋能穿戴 好呀 这个怎么样 很配姐姐 大王日常住在哪里 大王常以金莹为居所 堂堂与张王 连个自己的府邸都没有修到 只要换作是哥哥 哪里受得了这般简陋 大王平常都做什么 大王总是忙 常常都忙到半夜 有空的时候 会自个儿看书练剑 也没什么别的嗜好了 如此无趣 这耳赘可比这个衣服贵重多了 祖母就是好看 王妃 一人拜见王妃 姓儿拜见王妃 你就是姓儿 对 我就是姓儿 你不是定了规矩 在这儿不能随意说笑吗 那是给下人定的规矩 下人 那你是做什么的 回王妃 日常府中的起居杂物 都是由姓儿一手操办 那些下人愚笨 若是让王妃受了委屈 尽管告诉姓儿 你倒是伶俐 我身边 正缺少一个伶俐的下人 不如明天 你就到玉秀身边去 做她的帮手 回禀王妃 婢子是在大王身边服侍的 大王身边的丫头 是使唤不得的 玉秀 在 大王可定过这个规矩 为王妃 不曾定过有种规矩 所以这个规矩 又是你定的 是 杏儿姐姐鲁莽无知 并无意冲撞王妃 求王妃饶恕 我就是喜欢知轻重的人 明日你随她一起来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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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